好 正好戰爭打到第13天 高油價高糧價正在形成政治風暴跟經濟風暴 全球不僅僅是烏克蘭的戰場血流成河 金融市場的股民跟韭菜們 這一回合買單的價格跟這個價錢 也都是全面性的血流成河 對 大炮一想黃金萬兩 我原本覺得 其實美國有賺錢 黃金萬兩損失的是我們的黃金萬兩 現在確實整個世界 當然都陷入在這個俄烏戰爭當中 但是包含金融市場 包含糧食市場 包含貴金屬市場 甚至包含了所謂能源市場 都在全面的漲價 現在是這樣 西方世界對於俄羅斯制裁的項目 項目已經5532項制裁 已經是史上最多 之前制裁伊朗不過3616項 制裁敘利亞不過2608項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說 5000多項的制裁已經是史上最高 其中21%來自於美國 18%來自於英國 那這麼多這麼多的制裁的過程中 現在有一個制裁可能真的要造成 整個制裁的深水區 就是到底要不要淨買這個俄羅斯的石油 我們現在看到有些新聞 當然有些國家是自主性的不去使用俄羅斯的石油 可是自主性不使用俄羅斯的石油 或是不幫俄羅斯的石油 從那個油輪上面卸載 這是一回事 可是要不要以國家或是以歐盟為單位 來針對俄羅斯的石油來去做制裁 現在出現了分歧 第一個 美國的部分看起來是相對比較堅定的 3月8號美國眾議院將要表決 做出一個態度 美國到底要不要針對俄羅斯的石油來去做制裁 可是相對而言 整個歐洲系統包含德國 目前看起來就是比較不太敢做這件事 為什麼原因很簡單 因為以德國來說 他50%的天然氣來自於俄羅斯 1%的煤來自於俄羅斯 1%的原油 這些東西都來自於俄羅斯 所以如果一旦制裁的話 對於歐洲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風險 現在俄羅斯直接嗆了 你如果敢制裁我的石油的話 我保證石油會到每桶300塊美金 300塊美金什麼概念 現在大概是110塊到120塊左右 你如果到300塊美金 等於是漲2.5倍以上 所以對俄羅斯來說 他底氣很足 這變成是我最後跟你畫扒拉鏈 就是你如果敢制裁我的石油的話 你有種就來嘛 好 能源現在是大家的問題 那現在還有什麼 糧食問題 還有櫃金索問題 鋁跟銅都已經到了最新的新高點 鋁美工頓現在是4000美元 頭美工頓是10845塊美元 這東西還不讓我們害怕 最可怕就是我們之前講的孽 因為俄羅斯是孽的大國 孽現在已經多少錢 美工頓4萬2000美金 已經上漲45%左右 非常非常誇張 所以在這場戰爭中 好 你說你能源需求不到 那你金屬需求也跟著漲 那你說好 我生活過得很簡單 我也不太常用能源 我也不太常用基礎 那你總要吃東西吧 因為俄羅斯跟烏克蘭 占了30%的小麥的出口 現在的芝加哥交易所的小麥 已經漲41%了 這是60年來最高點 然後埃及 因為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小麥 其實大多數很多都是到埃及這邊 埃及是全球最大小麥進口國 它的麵包當地已經漲了50% 所以全面都漲 那全面都漲的狀況之下 中國就很擔心 中國習近平在3月6號 全國政協的這個農業專題會議中 特別說誰來養活中國 大哉問 他說我們中國要自己養活自己 可是會有很大的問題 什麼意思呢 因為中國只有全球9%的耕地 可是中國的人口是全球20%的人口 所以換句話說 這種東西是不夠的 所以中國才會變成是最大糧食採買國之一 也因為中國跟澳洲打了貿易戰之後 中國改跟烏克蘭買小麥 那現在這些都不行 而且他們不是種不出來 是黑海這邊船根本進不去 甚至我瞭解很多人保了戰爭稅之後 船員也不願意進去 為什麼 戰爭稅保的是貨 不是保的是命嘛 所以這東西變成就算有小麥也出不去嘛 所以到達了這個歷史的高點嘛 所以你看這樣的戰爭 我一開始講的大炮一響 黃金萬兩 這個萬兩不只是國家的萬兩 而我們荷包裡面的錢也一起被打香了